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彻底掰了 在全场宾客的注视下 江雨晨拿出口袋里的钻戒 给我戴上 我捂着嘴 喜极而泣 七年 七年了 我们终于结婚了 但就在他要将钻戒带进我伸出的手指时 一阵突兀的手机 铃声响了起来 听到这个铃声 我脸上的喜色凝固住 这个铃声我很熟悉 是江雨晨专门为一个人设置的 每次这个铃声响起 江雨晨不管在干什么 都会义无反顾地离开 雨晨 不要接我一把抓住江雨晨的手 面露哀求地看着他 我们正在举行婚礼呀 他要是在这个时候离开了 那我该如何面对这么多亲朋好友 江雨晨面色挣扎了一下 但最后还是歉意地拿开我的手 只想 秉证一定是有急事 不然不会在这个时候 给我打电话的 在我绝望的目光中 他拿着手机 走到了一边 台下的亲朋好友 小声地议论了起来 肆意也诧异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就展现了专业水准 开始跟台下的宾客互动 转移了他们的视线 我眼睛紧紧盯着江雨晨 随着他脸上露出紧张和着急的神色 我的一颗心顿时沉入了谷底 我咬着嘴唇 指甲深深扣进了肉里 他的这个反应他要走 这种场景 我已经见过太多次了 每次谢秉证有事情打电话来 江雨晨都是这副表情 可明明 我才是他男朋友啊 志祥 秉证出事了 我得去看看 江雨晨挂断电话 说出了让我心碎的话 江雨晨 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 你要为了谢秉证 就这样离开吗 我目光闪动 语气哀求 江雨晨皱了皱眉头 志祥 秉证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现在一个人在医院里 我得去陪他 他说的理所当然 一点歉意都没有 你得去陪他 那我呢 谁来陪我 你在婚礼现场 为了另一个男人 抛下你的丈夫 你让我怎么面对他们 还有 每次我们一在一起过重要的节日 谢秉证都会出事 哪有这样巧合的事 他分明就是故意的 志祥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秉证不是那种人 江雨晨板下脸 不悦地看着我 我去看看他的情况 要是不严重 我马上就回来 你先应付一下这些亲戚 我被他吩咐似的 话语刺痛 紧咬牙关 江雨晨 你要是走了 就不用回来了 我忽然高声喊了起来 台下所有人看了过来 江雨晨眉头紧锁 站在原地看了我好几眼 就在我以为他要改变心意的时候 他淡淡地说了一句对不起 秉证不能没有人陪 转身就走 我一个人站在台上 就像一个傻子 许先生 这婚礼还继续吗 肆意略带怪异的询问声 将我的意识拉了回来 我强颜欢笑 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对不起 各位 今天的婚礼取消 大家吃好喝好 就算是我请各位亲朋好友 一起吃顿饭了 我拿过私仪的话筒 忍着悲痛 对台下的亲朋好友开口 场面喧闹了起来 我扔下话筒 走下了台 儿子 这是怎么回事 江雨晨 他想干什么 江雨晨怎么回事 他去干什么了 我把我妈冲上来 脸上的愤怒毫不掩饰 爸 妈 我们回家吧 我心如死灰 低声说道 好 回家 这婚 我们不结了 我爸气汹汹地拉着我的手 就往外走 江雨晨的爸妈赶了过来 将我们拦下 志祥 雨晨去哪了 怎么这婚忽然就不结了 这可不行啊 我们家的亲戚全都来了 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 是啊 雨晨如果有事离开了 你也应该陪着这些亲戚朋友 等他回来 怎么能说取消婚礼呢 看着还在埋怨我的江雨晨爸妈 我的怒气压不住了 这婚为什么不结 你们问江雨晨去啊 他为了别的男人 把我丢在这里 你们说 这婚还怎么结 什么 我爸怒不可遏 目视着江雨晨的爸妈 你们交了好女儿 江雨晨爸妈有些尴尬地看着我们 低声道 亲家 别生气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你们别走 在这等雨晨回来 等什么等 要等你们自己等 我爸一把扯开他们的手 带着我和我妈离开了婚礼现场 回到家 我就钻进了卧室 看着卧室墙上挂着的我跟江雨晨的照片 泪水终于流了出来 我爱了江雨晨七年 七年的等待 终究还是敌不过谢炳正的一个电话 其实自从我跟江雨晨在一起之后 我就知道 谢炳正是我们之间最大的阻碍 但我想着时间会消磨一切 可万万没想到 消磨的是我们的感情 自从我认识江雨晨开始 我就知道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跟屁虫弟弟 一开始我也不在意 甚至还因为江雨晨的关系 对他很好 但在我跟江雨晨确认关系之后 谢炳正就经常闯进我们的生活里 在我们恋爱一个月纪念日 我特意订了餐厅 准备了烛光晚餐 要跟江雨晨好好庆祝一下 但左等右等 就是没等到江雨晨 我打电话给他 得到的却是他焦急的回复 志祥 炳正感冒了 我送他去医院 你等我会儿 随着传来的 还有谢炳正娇弱的声音 陈姐姐 我不要紧 你去陪志祥哥吧 不然他会生气的 我熬一熬就好了 你说的什么胡话 你都发烧了 怎么能熬呢 不用担心 你志祥哥不会这么小气的 好了别说了 你躺着休息会儿 马上就到医院了 听着电话那头 江雨晨和谢炳正的对话 我握着手机的手 我握着手机的手都紧了紧 志祥 先不跟你说了 就这样 江雨晨就这样挂断了电话 我听着电话里的盲音 脸色难看 呆坐在椅子上 我一直等了很久 都没能等来江雨晨 期间 我再给他打电话 他的手机已经关机了 先生 我们餐厅要歇业了 您看直到适应生 一脸为难地站在我面前 我才死心 不好意思 买单吧 我把钱付了 离开了餐厅 回到家里 我根本就睡不着 就这样坐在沙发上 等着江雨晨 这一等 就等到了第二天中午 江雨晨推开门进来 诧异地看着我 志祥 你今天没上班吗 你陪了谢炳正一夜 我冷着脸 看着江雨晨 江雨晨皱了皱眉 志祥 我从小就把炳正当弟弟看 你不用吃他的醋 再说了 纪念日什么时候都可以过 一个月纪念日没了 还有两个月 三个月 甚至一年两年 但是炳正感冒发烧了 我不送他去医院 他会出事情的 听着江雨晨的话 我心里的斥责和委屈 都被堵在了胸口 难受得很 也是从这时候开始 我就知道 我跟江雨晨之间 横了谢炳正这根刺 我没再跟江雨晨争辩 因为我爱他 我不想因为谢炳正跟他吵架 但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一次又一次 这一次 江雨晨在婚礼现场 又把我抛下了 这当头一棒 把我敲醒了 江雨晨在意的 终究还是谢炳正 不是我许志祥 七年的时间 就算是块石头 也该雾热了 可江雨晨的心 我却五不热 罢了罢了 既然如此 那就放手吧 我抹掉眼角的泪 将房间里 关于江雨晨的所有照片 全部都撤了下来 虽然如此 但是我对江雨晨 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可到了第二天 江雨晨连个电话都没有 直接人间蒸发了 我彻底死心 把照片全都扔到外面的垃圾桶 儿子 我妈心疼地看着我 欲言又止 我对我妈笑了笑 妈 我没事 看清了也好 免得结婚以后再痛苦 我妈张了张嘴 最后长叹了一口气 抱住了我 我本来以为自己 已经能够从容面对了 但是被我妈这么一抱 顿时就绷不住了 我抱着我妈哭了一会儿 才缓过进来 告别了她 我就去公司上班了 可一到公司楼下 我就看到江雨晨 黑着一张脸 怒气冲冲地 朝我走了过来 许志祥 你什么意思 不就是陪了丙正一夜吗 你至于吗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 为了这点事 就不结婚了 还把我电话拉黑了 江雨晨一上来 不由分说 就对我一阵指责 我不怒返笑 江雨晨啊 江雨晨 你倒先指责 骑我来了 恶人先告状的把戏 你玩的是真溜啊 小事 江雨晨 你觉得你在我们婚礼现场 丢下我一个人 陪另一个男人彻夜不归 是一件小事 江雨晨 所以我们的婚礼 在你眼里 就那么不重要是吧 我冷冷地看着眼前 这个我爱了七年的女人 只觉得 我以前的眼光 真是差得离谱 丙正都摔昏迷了 我难道就让她一个人 待在医院吗 江雨晨瞪着眼 眼里满是对我的嫌恶 昏迷了 昏迷了 是怎么给你打的电话 还是在那么关键的时候 不过这些我都不想跟江雨晨掰扯了 她都昏迷了 你不在医院照顾她 还来找我干什么 你就不怕谢丙正难受吗 我平淡地开口 江雨晨眼睛一跳 随后宁眉注视着我 许志祥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丙正是我弟弟 弟弟 你怎么老是吃她的醋 你到底什么意思 难道我就正不让你放心吗 听着江雨晨埋怨的话 我直摇头 没吃醋 我吃什么醋 我祝你们百年好和 早生贵子 我笑呵呵地说了一句 就推开了江雨晨 江小姐 麻烦让让 我上班快迟到了 许志祥 你闹够了没有 江雨晨用力地抓住我的手腕 怒吼了起来 我被抓得生疼 江雨晨 你放手 我不放 我说过了 你昨天走了后 我们就再也没有关系了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 幼稚 江雨晨 幼稚的是你 你 保安 把她赶出去 我不想再跟江雨晨纠缠 喊来了保安 江雨晨被保安架走 还对我怒吼着 看着她的小丑行径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做得对 也许 我早该这么做了 早该跟她断个干净 这七年的时间 就当是为了狗吧 我收拾心情 不让自己受江雨晨的影响 因为忙婚礼的事情 我耽搁了很多工作 今天一天 全都铺在工作上 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才下班 疲惫地揉着眉心 我从公司里走出来 缩了缩脖子 晚上的风 还是有些凉的 我按了按车钥匙 就在准备开门进去的时候 一团黑影忽然从旁边窜了出来 我吓了一跳 借着路灯的光 才看清是江雨晨 江雨晨 你有病吧 我差点没被吓个半死 就算是别人 我也不会有好脸色 更何况是江雨晨 许志祥 没想到你表面一套背后一套 江雨晨死死抓住我的肩膀 面目猙獰地看着我 我眉头紧皱 用力地甩开他 江雨晨 你别跟我犯魂啊 我们两个之间 已经没关系了 你不去找你的丙正弟弟 还缠着我干什么 你还好意思说 许志祥 要不是你打电话给丙正 说都是因为他 你才不跟我结婚的 丙正也不会内疚地 从医院跳楼 江雨晨抓着我的手 眼中都快要喷出火来 我先是一惊 随后就是冷笑 谢丙正跳楼了 死了没 我一听就知道 这是谢丙正惯用的戏码了 装病 割腕 自残 这七年来 他什么招式没用过 六年前 我跟江雨晨过周年纪念日 谢丙正故意来我家 打翻了我最心爱的陶瓷茶具 我很心疼 但在江雨晨的劝说下 没说什么 可谢丙正回去后 打电话给江雨晨 说他很内疚 对不起我 洗了个冷水澡 冻感冒了 江雨晨文言 急急忙忙去照顾他 我得到消息 也去了谢丙正家 一进门就看到 谢丙正跟江雨晨 并肩坐着看电视 那有说有笑的样子 哪里像是病了 三年前 我跟江雨晨 在西双版纳旅游 大半夜的 我们俩正在缠绵 谢丙正的一通电话 就让江雨晨穿衣服走人 他抽身就走 将我一个人扔在酒店 理由是谢丙正抑郁症发作 割腕自杀了 但等我回去后 分明没在谢丙正的手腕上 看到任何伤口 所以 这一次 肯定也就是谢丙正的把戏罢了 也就是江雨晨信他 毫不怀疑 亦或者 江雨晨也知道 但他甘愿当个傻子 许志祥 江雨晨拽着我的衣领怒吼 你心肠怎么这么歹毒 丙正他是因为你才跳楼的 哦 那又怎么了 我平静地超乎想象 怎么了 你还说怎么了 丙正跳楼了 他差点就死了 江雨晨的口水 喷了我一脸 我有些厌恶地伸手抹干 但他说道 那就是没死是吧 跳楼都没死 他是从二楼跳的吧 这也难怪 做戏而已 谢丙正怎么可能真的冒那么大的风险 我嘴角露出了不屑的冷笑 江雨晨彻底被我激怒了 他扯着我的脖子 要我去给谢丙正道歉 江雨晨 他毁了我的婚礼 你还要我去给他道歉 你是怎么想的 我歪着脑袋 想要打开他的脑子看看 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 这么多年来 他总是偏帮谢丙正 不论谢丙正说什么他都信 而我不管说什么 只要跟谢丙正扯上关系 他都不会相信我 婚礼推迟可以再办 但丙正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那 那你就心疼坏了 我吃笑一声 指示着江雨晨 江雨晨眉头紧皱 不悦道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 我跟丙正是姐弟 是姐弟 你不要再无理取闹了行不行 哼 又是这套说辞 好一个姐弟 我看是请姐弟吧 江雨晨 不要再纠缠我 你们是姐弟也好 是青梅竹马也罢 都跟我没关系了 你如果再缠着我 我就报警了 我用力挣脱江雨晨的禁锢 钻进了车里 江雨晨似乎没有想到 我这次是这么决绝 一时不备 让我进了车 我刚上车 江雨晨就反应过来 伸手要来扒拉车门 我眼疾手快 关上车门 一脚油门就窜了出去 看着后视镜里 亮呛倒地的江雨晨 我眼神闪动 没有停车 回到家没多久 江雨晨居然不依不饶地 又找来了 许志祥 你出来 他把门敲得震天响 吵得隔壁邻居都出来了 志祥 你要不要出去 跟他说说清楚 我妈披着睡衣走出卧室 神色复杂地看着我 我摇了摇头 妈 我跟他没什么好说的了 他昨天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 我们就彻底掰了 唉 造孽呀 我妈唉声叹气 转身回了卧室 我听着巨大的杂门声 默默掏出手机报了警 现在警察的出警速度就是快 五分钟后 外面就安静了 江雨晨不知道发什么疯 我成全他跟谢炳正了 反倒缠着我 虽然现在被警察带走了 但是难保等他出来后 还会不会继续缠着我 为了避免再被他骚扰 我第二天就跟公司申请出长差 志祥 你不是刚结婚吗 不跟你老婆嘟嘟蜜月 怎么这么快就想去出长差了 老板诧异地看着我 眼里带着斟酌 我笑了笑 回到 老板 让你失望了 这婚没结成 嗯 怎么老板一愣 下意识就要询问 但话到嘴边就咽了回去 他看了看一脸笑意的我 沉吟一会儿 说道 那行 这个项目挺重要的 交给你 我也放心 谢谢老板 我到了生谢 离开了他的办公室 简单收拾了一下行李 我就坐车去了机场 五个小时后 飞机在哈尔滨降落 一出哈尔滨机场 我就打了个寒颤 这气温 比我们那儿足足低了得有十多度 RT 我打了个喷嚏 搓了搓手 你怎么回事 来之前 不会看一下天气预报吗 一道埋怨的声音响起 随后一件毛大衣 就披在了我的肩上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 我笑着转头 就看到了李仙柔皱眉的脸 这不是有衣服了吗 我裹几毛大衣 哈出一口冷气 李仙柔白了我一眼 带着我上了车 车上暖气早就开着了 我舒服地线在副驾驶里 志祥 你怎么这个时候来哈尔滨了 舍得扔下江雨晨啊 对了 对不起啊 没来得及去参加你的婚礼 李仙柔开着车 歉意地回头 眼里有着疑惑 我脸色一顿 有些无奈 怎么每个人都得问我这个问题 没结成 专心搞事业了 车子猛地杀住 我差点没撞到挡风玻璃上 你干什么呀 我心有余悸 怒视着李仙柔 李仙柔转头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你说什么 我说婚没结成 你至于这样吗 我白愣了李仙柔一眼 李仙柔张了张嘴 欲言又止 看他这样 我撇了撇嘴 把我跟江雨晨的事情 跟他说了一遍 你说江雨晨在婚礼现场 把你扔下了 谢炳正那个绿茶男 谁不知道他做妖厉害 江雨晨怎么就偏信他 不行 我找他去 李默然满腔怒火 伸手就解开了安全带 我有些愣神 但马上就拉住了他 你干嘛 我都放下了 你激动什么 你爱了他七年 七年啊 李仙柔低吼了一句 我沉默了一下 嘴角一扯 所以呢 明知道他爱的是谢炳正 我还要继续死缠烂打 自我欺骗吗 仙柔 我已经清醒了 放下江雨晨 对我来说 是最好的选择 我认真的看着李仙柔 这个从高中开始 就是我好朋友的女人 李仙柔正正看了我一会儿 随后笑着挠挠头 你说的对 江雨晨那种人 不值得 走 我带你去尝尝东北特色 为你接风洗尘 李仙柔心情似乎很好 开着车 就将我拉到了一个豪华的大浴场 看着眼前的大浴场 我有些猛 李仙柔 你所谓的接风洗尘 就真的是字面意思啊 我美好气地白愣着他 李仙柔不仅没有不好意思 反而一脸认真的看着我 你刚受了风 泡泡热水 发发汗 不然很容易感冒的 看着他眼里的关心和真切 我忽然觉得 他的目光是这么炙热 我有些承受不住李仙柔的目光 侧过了脸 谢谢 我轻声回了两个字 他脸上的失落一闪而过 随后又笑着带我进去大浴场 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李仙柔喜欢我 但我一颗心 全都细在江雨晨身上 对李仙柔 一直都当半个妹妹看待 甚至为了不让江雨晨误会 我还刻意疏远了李仙柔 直到这次 我要来哈尔滨出长差 李仙柔不知道 从哪里知道了消息 主动联系了我 泡完汤池后 我整个人都舒畅了许多 这东北的浴场 跟南方的的确不一样 别有一番风味 泡完后 李仙柔带我去了当地有名的餐厅 智祥 这次出差 准备待多久 李仙柔目光炯炯 看着我 我脸色一顿 缓缓道 不知道 不过应该会多待段时间 手里的项目还没搭建 我得盯着 他眼里的喜色 溢于眼表 太好了 他激动地喊了一声 我默默吃着菜 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俩的一边吃 一边聊着读书时候的事情 从高中聊到大学 他口中说的去世 让我捧腹大笑 渐渐将江宇晨和谢炳正的烦心 是忘却了 智祥 你住哪 我家有多余的空房间 要不你吃完饭 李仙柔愁出了一下 开口询问我 我脚步一顿 笑道 不用了 我住酒店就行 反正公司报销 那也行 哪个酒店 我送你去 他脸上神色没有丝毫变化 我点了点头 再次上了他的车 去了公司办事点附近的酒店 公司这次的项目 的确很重要 我也有心在事业上再闯一闯 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去了公司办事点 全身心扑到了工作上 到了晚上 李仙柔打来了电话 喂 什么事 我歪着脑袋 夹着手机 一边看着电脑上的文件 一边开口 志祥 都几点了 你不饿呀 经过李仙柔的提醒 我看了下电脑右下角的时间 发现都已经九点多了 他不说还好 一说 我肚子就叫了 人是铁帆是钢 先下来吃饭吧 我知道这附近有家很好吃的餐厅 李仙柔继续说道 我点了点头 好 你等我会 马上来 我保存好文件 关掉电脑 拿着包下了楼 之后几天 李仙柔都会来接送我上下班 带我去吃饭 他就像恋人一样 对我关怀备至 但我刚经历了江雨晨的事 现在对于男女感情 有点害怕接触 我有心拒绝李仙柔 可他的热情 让我有些不忍心 就这样过了五天 在我跟往常一样 下楼准备跟李仙柔吃饭的时候 被江雨晨堵在了大门口 许志祥 你躲我都躲到这里来了 江雨晨面色憔悴 脸色有些发白 面目猙獰地怒视着我 你怎么来了 我看着这样子的江雨晨 眉头一皱 我印象里的江雨晨 永远都是很注重打扮的 我跟他在一起七年 从没见过他这个样子 许志祥 你为什么不辞而别 我都说了 我跟谢炳正之间没什么 你为什么就是不信 江雨晨抓着我的手 用力道止骨都有些发白 我脸色一痛 挣扎地甩手 江雨晨 你弄疼我了 还有 我跟你说过了 你跟谢炳正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听懂了吗 我不爱你了 不爱了 你懂吗 江雨晨正正地看着我 目光有些呆滞 半晌后 他忽然激动起来 志祥 你是不是因为我婚礼当天把你丢下 你在生我气 那天秉正他真的 够了 我冷喝一声 将江雨晨打断 江雨晨 我真的听够了 秉正秉正 每次都是谢秉正 在你心里 永远都是谢秉正 没有我许志祥 以前是我傻 我傻乎乎地以为只要我够爱你 你也能够一样爱我 可我错了 我永远也比不上谢秉正 我认输了还不行吗 江雨晨 真的 我不会再打扰你跟谢秉正了 也请你不要打扰我 行吗 我无比认真的看着江雨晨 一字一句说道 江雨晨脸色一阵苍白 哆嗦着嘴唇 不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对不起 我女朋友来接我了 麻烦你让让 我眼睛一眯 推开了挡在前面的江雨晨 朝他身后的李仙柔走去 我挽住李仙柔的手臂 低声开口 帮我一下 李仙柔眼波流转 不动声色地搂住我的腰 我身体一颤 没有反抗 你什么时候来的 有一会儿了 那你不来帮我解围 你和他的事 还是你自己处理清楚的好 我跟他亲密地坐进车 江雨晨呆呆站在原地 看着我们 一进车 我就推开了李仙柔 李仙柔苦笑地贪手 谢莫杀驴呀 我还没说你占我便宜呢 我白了他一眼 他乐呵呵笑着 看了眼后视镜 试探道 真的不管他了 开你的车 我没好气 白了李仙柔一眼 把我送到酒店 李仙柔褚褚着站在门口 想进来坐坐呀 我眼睛一挑 李仙柔善善一笑 不是不是 你好好休息 说完 李仙柔就跑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 叹了口气 我知道江雨晨既然来了哈尔滨 就不会善罢甘休 但我没想到 第二天 我见到的会是江雨晨和谢炳正两个人 志祥哥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在你们结婚的时候 给陈姐姐打电话 不然你们也不会闹成这样 谢炳正泪眼婆娑 无比内疚地看着我 都快给我跪下了 炳正 这不怪你 江雨晨眉头紧锁 志祥哥 我跟陈姐姐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只把他当做亲姐姐 你们别为了我 闹别扭好不好 不然我会内疚死的 谢炳正戏演得很真 要不是我早就知道他的真面目 兴许还会被他骗了 他见我面无表情 甚至还有些细血地看着他 忽然朝我就跪了下来 志祥哥 我给你跪下了 你就原谅陈姐姐吧 如果你还不解气 我给你磕头 发誓以后都不再见陈姐姐了 好不好 谢炳正做事就要磕头 被江雨晨一把抱起来 许志祥 炳正都这样了 你还不解气吗 你是不是真的要他给你跪下 你怎么这么恶毒 江雨晨满脸怒容 似乎我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可明明 我一句话都还没讲 都是他们两个在唱双簧啊 眼够了吗 眼够了就走吧 别堵在我们公司门口 形象不好 我双手抱胸 冷冷开口 谢炳正一正 泪珠就滚落了下来 看得江雨晨心疼不已 许志祥 他脖子一梗 脸色通红 我斜眼看了他一眼 怎么 还想去警局待待 一句话 就将江雨晨堵得脸色黑沉黑沉的 江雨晨 志祥现在是我男朋友 请你以后不要再来骚扰他 李仙柔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 满脸严肃的等着江雨晨 江雨晨也瞪着李仙柔 咬牙切齿说道 李仙柔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在演戏 他只喜欢我 喜欢我 李仙柔眼神一顿 脸色沉了下来 见状 我忽然上前 抱着李仙柔 就亲了一下 李仙柔愣住了 江雨晨也愣住了 只有谢炳正满眼笑意 仙柔 走吧 我牵着李仙柔的手 走进了公司大门 身后的江雨晨 在呆滞了半晌后 猛的大吼 许志祥 陈姐姐 你别生气 志祥哥不是故意的 他只是 只是谢炳正到这时候了 还不忘做戏 也真是难为他了 进了公司之后 李仙柔就默默松开了我的手 我看了他一眼 忽然觉得自己 有些对不起他 我对他是不是 有些过分了 谢谢你 我轻声说了一句 李仙柔笑着摇头 志祥 我知道自己想要的有些多 但你不松口之前 我会克制的 我会在江雨晨面前演好戏 不会让你难做的 听着这话 我心里的愧疚更浓了 江雨晨自从这天之后 就没再来找过我 而我也乐得自在 在李仙柔无微不至的陪伴下 那颗冰封的心 也渐渐开始融化 我有些恍惚 露出一丝苦笑 看吧 我就知道 心是能融化的 只是江雨晨的心 是石头做的 三个月后 我跟李仙柔 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 我们从哈尔滨飞回了家 我把他带去见我爸妈了 我爸妈看到 我和李仙柔手牵手回来 愣了一愣 随后就十分开心的 将我们赢了进去 看到这一幕 我眯着眼笑了 我知道 其实一开始 我爸妈重义的 就是李仙柔 只是我一意孤行 一心扑在江雨晨身上 他们也就随我去了 半年后 我跟李仙柔定了婚期 在婚礼当天 江雨晨来了 就他一个人 谢炳正没有来 江雨晨坐在最角落里 神色憔悴 瘦如枯稿 我看到他的时候 愣了一下 不知道他怎么变成这模样了 但他怎么样都跟我没关系了 我只是有些奇怪 谢炳正怎么没跟在他身前 怎么愿意让他跑来参加我的婚礼 虽然我没有邀请过江雨晨 婚礼结束后 江雨晨就不见了 之后 我再也没见过他 还是后面李仙柔怀孕后 遇到江雨晨的爸妈 他们跟我说起 我才知道 原来中间还发生过这么多事 在江雨晨从哈尔滨回来后 他就疏远了谢炳正 谢炳正数次找上门 都被江雨晨拒之门外 江雨晨也是从那时候一病不起 所以我在婚礼现场看到他的时候 他才会那么瘦弱 志祥 是我们雨晨对不起你 他现在人还在医院里 你能不能去看看他 江雨晨的爸妈 拉着我的手哀求 我目光闪动 最后还是摇了摇头 对不起 叔叔阿姨 我不想我老婆误会 也许江雨晨 真的只是把谢炳正当弟弟 只是不知道 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缠 但我不一样 我已经结婚了 就不会做出让李仙柔误会的事 至于江雨晨 只能助他自求多福吧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